公寓顶楼窜出阵阵浓烟 第一时间屋内人员紧急逃生 女童被烫伤赶紧泡水降落 她痛得嚎头大哭邻居帮忙安抚 而带她下来的阿嬷 满脸焦急不顾自己伤事 不断网驻加斯汗 因为还有另一名宝贝孙女受困其中 消防弟兄把握时间进入救援 做临时工的爸爸抛下工作赶回来 听闻女儿命丧火窟 让她崩溃痛哭 还需要旁人搀扶 位在高雄三民区中山一路某 巷弄内的公寓四号上午九点多传火警意外 根据了解当时五十八岁的阿嬷 独自带两名年幼的孙女在家 疑似曾看见他们在屋内玩打火机 一度出炎制止 结果转头做家事 接着就闻到烟味 最后祖孙三人指出来两人 邻居是有讲说有看到在窗上有火 她在五楼的最后侧 因为那整个房间都烧得都炭化了 才发现她那现场欧卡 女童和阿嬷同住快要两年的时间 这回一场大祸让小妹来不及长大 更成为家属心中永远的痛 华氏新闻许立森高速报导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